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聲響起 我是真正響 來 我想各位收看節目都很清楚 曾老師帶著所有會員朋友 從4月19號這一天 指數在8700點附近的時候 開始賣股票 那當然你有去我們股聲響起 曾老師的官方粉絲團 你去NB上面打上股票的股聲 楊克的聲飛翔的響起床的起 你就可以搜尋的到 在4月19號的當天10點16分 我們已經特別強調說 你有點讚的 你都可以看得到 10點16分我們說 我們已經在賣股票 你不要亂追股票 這一天公開講了之後 然後開始下殺 然後到了4月22號 我們已經是空雄 那天是禮拜五 而再隔一個禮拜的 禮拜一 就是4月25號等待 4月26號等待 4月27號出手 眷空避險 然後後來一路向下殺 我想各位都很清楚 下殺到了這一天為止 5月4號 也就是前天的時間 今天是禮拜五 前天就是禮拜三 禮拜三我們空單是全數獲利回補 那現在等什麼 反彈 那你可能會想說 可是這個指數到現在還在破底 投資朋友 指數它已經開始指這個跌是已經趨緩了 你有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來 請問各位昨天外資賣超幾億 超過百億 對不對 今天外資再賣超幾億 138億 投資朋友 那為什麼請告訴我 為什麼指數只跌了21點 為什麼賣不下去 我們反過來思考你就會懂 如果你聽到這邊你還不太懂的 我們反過來思考你就會懂 來 當初在這位置附近的時候 在這位置的時候 外資現貨買超百億 你有沒有發現指數上不太去 外資騎貨多當 五萬多口 將近快六萬口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指數上不去 誰在賣 他現在反過來告訴你 外資這幾天一直騎現貨 一直賣一直賣一直賣 所以指數一直下來一直下來 到了昨天我們前天空難 全數獲利回補 然後昨天 收了第一隻腳 這一段時間的第一隻腳 今天再收第二次的下影線 連續兩次的下影線 連續兩次的帶腳的K棒 那連續兩天外資都賣超百億的情況之下 昨天指數跌17點 今天指數跌21點 請告訴我 為什麼已經賣不下去 而且有趣的事情是今天外資騎貨還做多 兩千多口 所以下個禮拜反彈的機會 他醞釀出來 那這也代表什麼 代表說短線上的超跌構成指數有反彈的機會 當然我們先講清楚 這個反彈是空投格局下的反彈 所以你要搶短那是OK 但是因為很多股票跌的實在太深 所以他空間會拉出來 舉例來說2474的可聲 這張股票昨天 有投資朋友來電 詢問詹老師 他說他很擔心 因為他250幾塊買 他買五張卡在那邊 他昨天這樣子開低走低 收到將近最低的時候 他再詢問詹老師說 這張股票到底要不要認賠出場 我還特別跟他強調這張股票 你千萬不要殺低 為什麼 因為他來電問的時候 我特別去幫他調了籌碼的狀況來看 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發現到外資的高盛 美商高盛的部分 在連續下殺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2474的可聲 美商高盛每天都在低階 每天在低階 當一檔股票在下殺的過程當中 有外資在特定在每天在低階的情況之下 再加上外資普遍在最近這段過程當中 都是連續性的大幅賣超 卻 每天低階可乘 那自然而然在消化賣壓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他一定會試圖去做反彈的攻擊 不然他這幾天的低階不是全套住了嗎 瞭解這個意思嗎 所以投資朋友當你來店詢問的時候幫你查查籌碼 給你正確的答案 你昨天不會殺在將近剩下200塊的可程 今天可程這樣反彈上還一度來到220塊 一來一回的價差一張差兩彎 所以現階段的重點是 既然外資連續兩天賣超百億賣不下去 賣不下去的情況之下 他自然而然空方有一些力竭的現象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有人防守 有人防守的情況之下就構成指數 他接下來下個禮拜 有機會出現一個小幅的這樣子的反彈 那這樣子的反彈那當然對於個股來說 反彈的空間一定個股一定會比指數來大 所以我才說你要強短那是OK 手腳快一點就好 那你要強短的標的 我們再一次的強調 請你去選擇選擇什麼 最近在相對低檔區有龍卷大增全部空在地板 那種最好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你在用過去的方式去強短 你一定會輸錢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很多的股票我告訴各位 跌升了他量已經急縮 量已經急縮自然而然有像那個什麼 南部的南部的有些什麼幫什麼幫的有沒有 特定點火做隔熱衝或當衝的情況之下 你用過去的方式你很容易就去追 追了之後上去你來不及跑 你本來想說賺個三五怕要跑 結果 距離你的成本兩個%以後又下來 人家直接做當衝 因為人家成本比你低嘛 你用這樣子的方式做你會輸錢 但是你反過來去思考 你如果現在要選擇強短的標的 是那種低檔有龍卷大增的 當股價一個點火拉上去 拉上去之後空單會繼續做回補 繼續做回補之後 他股價就會延續向上的力道 延續向上的力道 你反而這樣子的強短標的 你是適合 你有時間可以獲利下車 這個操盤邏輯懂不懂 這是就短線上的短線反彈的操作 這個是我們目前告訴各位的 現在的策略規劃 大方向是空 短線上你可以強短 那不知道什麼股票 龍卷在底部有大增 而且法人在最近竟然站在買方的 不知道是什麼股票的 你直接來電索取 今天最後一天 贈送的最新研究報告 台股5月的推背圖 這範資料當中 告訴你台股 什麼時候 什麼點位你該賣股票 該卷空避險 那什麼樣的位置 什麼樣的股票 是低檔龍卷大增 一堆人空在地板 法人一個點火 就會嘎上去的股票 歡迎來電索取 廣告時間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專業讓華信投顧 總能發掘潛力投資 二十多年來 華信致力於更高的目標 更深遠的眼光 為客戶發掘更優質的投資機會 支付專線 02-2392-3988 各位投資朋友 我們再來給各位看幾檔股票 先看這個 3552的同志 前面各位 前兩個禮拜叫你買車用的那些節目 有人敢講了嗎 我在三個禮拜前一直告訴各位 所有的汽車零組件 不管怎麼樣你都不要買 而且你應該採取獲利下車的動作 這我已經講第三個禮拜了 今天同志開出了跌停 上個禮拜式的演講位 還有現場的投資朋友在問說 可是汽車產業還是向上走啊 我當下回答他說沒有錯 汽車的趨勢 產業的趨勢沒有改變 但是問題出在籌碼 當時我們還特別在現場 告訴所有現場的觀眾朋友 這個現場的投資朋友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一般在散戶的投資當中 認同那個認知當中 有一個很奇怪的觀念 就是說 當然這個觀念也不能說奇怪 應該是說這個觀念 就是說 當一檔股票有領頭羊 一個產業當中的一檔股票 有領頭羊出現的時候 其他股票好像應該都要跟著 一起漲 然後當領頭羊還沒有陣亡的時候 其他股票就不會陣亡 投資朋友 那個觀念是建立在多頭格局之下 當指數開始轉成空頭的時候 現場我就跟所有的投資朋友講 你上個禮拜四有來演講會的 我們一直特別強調 現階段的所有汽車零組件的概念 主力的做法是什麼 只拉同志其他全部都在賣 現場我們講得非常清楚 但是有投資朋友就是不信心 他認為產業看對了就對了 好同志今天開碟體 可是朋友其實講到最後 你有發現一件事情 會往往會讓你輸最多 輸最多的錢的時候 都是什麼 都是那些只看產業的老學 對還是不對 因為你認為營收好沒有問題 死報活報 你認為這個題材未來的夢好大 死報活報 當初號頂不就這樣嗎 當初終於不就這樣嗎 現在汽車零組件不就這樣嗎 現在的文創不就是這樣嗎 畫的夢很大 然後你又看到營收有增加 然後誤認為好像產業也沒問題 但是其實最後股票的一切本質 最後的本質都是賣跟賣的問題 有人買股價會上去 有人賣股價就下來 所以我才說 基本面重要 產業面重要 技術面重要 但是真正最重要的是籌碼 所以今天同志跌停 你不要問為什麼 因為我三個禮拜前就已經告訴你 每天都幾乎每天都在講說 汽車概念股 不要嘛 6279的無聯 漲一天跌幾天 你告訴我 這一天有多少老師告訴你 無聯好漂亮好棒漲停了 我這一天還特別講說 今天這張股票一定很多人講 接下來就等著看 現在半個月過回來看 什麼爛股票 我不是說這家公司不好 我是說 那這個什麼爛走勢啊 講南天也是這樣 好 好 我們剛看完了同志之後 我們要給各位帶下一個觀念 同志目前的走勢 他現在是這樣下來 那另外呢 我們回過頭來 看幾檔個股 剛看過可乘的嘛 低檔爆量單日反轉 你可以看得出來 是不是低檔爆量單日反轉上來 好 這是第一個 初步植穩的第一步 可乘是這樣子 來我們看其他的弱勢股 今天是強勢股下來 弱勢股開始逐步反彈 3673TPK 弱勢股 有黑翻 二十九八六宏大店 利空很大 雖然一度還拉到平盤 這邊跌快8 這個跌8個百分 一度還快拉到平盤 這些都是弱勢股 再來 GIS 連續收下已經開始直穩了 這代表什麼 來 請問各位 加權指數或者是OTC指數有什麼構成 當然是有股價嘛 對不對 有股價來構成 那當這些弱勢股開始逐一反彈之後 你追空的 追空的被高 追空的被高 像昨天追可誠一定被高 早上追TPK 追空一定被高 對不對 那是不是接下來 追一次被高 追兩次被高 那是不是接下來空單會縮手 會等一下 空單縮手等一下之後 再來 當弱勢股 足以陸續反彈 造成空單縮手 那指數為什麼賣不下去 配合到外資連續兩天大賣百億 指數也賣不下去 是不是醞釀反彈 就是所謂的醞釀反彈 就是這個道理 好 我們當然談到這邊 醞釀反彈 總結來說 短線上 總結整個接下來的操作策略 短線上有反彈的機會 股票 因為跌太深了 都會有反彈的機會 那當然要看個股 特別是你要看他的籌碼 籌碼狀況 就像我們資料 最新的資料當中 這檔股票 最近一個多月 龍捲暴增 龍捲暴增股價卻煞不下去 因為法人在後面一直偷買 外資最近一個多月 還買這檔股票 買了一堆 外資最近一輪串的時間 指數一直大賣超 結果這檔股票竟然在買 那是不是下個禮拜外資 一點火資料上面的股票 點上去之後 法人一個點火上去 就是嘎空 一個多月空在地板上的 這些資金 就是面臨要恢復 就這麼簡單 所以說 投資朋友 整個大方向來說 短線上 可以搶反彈 大格局 談到一個相對的重要的位置之後 拿到資料上面的重要的位置之後 就要開始 逢彈 避險 不卷空的單 因為目前解套壓力是無解 無解 你知道嗎 只有下插取量 或者是盤底 但是目前沒看到 所以是 短線可槍反彈 逢彈 接下來 再不避險空單 不知道怎麼做了 資料拿回去 歡迎各位來電索取 或者是 直接選擇跟上張老師的腳步 謝謝各位 休假愉快 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